郭文貴議員 目前的初步的方向 是把民進黨黨團所提案的第30條的前半 被提名人之學歷經歷財產稅務刑案記錄表及其他審查所需之相關資料 應由提名機關於提名後7日內提供立法院參考 然後呢就接到時代力量黨團所提的29條之一的第一項 立法院未進行審查之必要得以 什麼黨團 各黨團 立法院各黨團及未參加黨團之委員 得以書面要求被提名人提出其學 提出提出答覆與其 書面要求被提名人答覆與其資格及試任性有關之問題 並提出相關資料 分號被提名人之準備時間逗點不得少於10日 這是第二項 第二項 那麼第三項的部分呢 那麼這個早上午有關於這個 黃國昌委員所主張的依行政訴訟法第181條的規定得拒絕證言 那麼有顧立雄委員所建議的依行政訴訟法 144-146條的規定得拒絕證言 那麼其他的部分得被提名人應據實為完全陳述並提供相關資料 不得引述或虛位陳述 那麼 那麼因為現在兩位都不在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好 沒有意見我們往這個方向來做處理 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做最後定案 但是呢我跟各位說明我們這個都 包括29條 29條之一都要再去提這個修正動議 好不好 那我們請這個法治局能夠協助了 我們最後再來做一併處理 好我們現在進入第三十條 好容我坐下 第三十條 第三十條的部分 三個提案 29條之一現在怎樣 29條之一就是除了我們早上同意的之外 就是把時代亮版本原來的第二項 就是新的第三項改成 他原來是除有刑事訴訟法第181條規定 改成除有行政訴訟法第144-146條規定 然後最後一項就把它刪掉 刪除 好第三十條 第三十條 第三十條民進黨黨團提案的部分 前半已經被 最後一項刪除是說各自的那一塊刪除是嗎 蛤 你是說各自的那一塊刪除 對對對 第三十條因為前半的部分 就納到29條之一了 民進黨黨團的提案只剩下後半 請各位看一下 完全沒有刪掉是嗎 蛤 就第29條之一的第二項 怎麼樣 第三項那個被提名人 因據史為完全之誰 那個沒有問題啊 那個有保留啊 那個完全要留著是嗎 完全就留著吧 因為他後面 看我們後面 因為這個還沒有最後的宣告 所以我們再看處理三十條之一的時候 再回頭來看嘛 如果我們把罰則拿掉它就完全 我們把罰則不拿掉這個完全再來處理 好 三十條 請問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今天是要長什麼樣子啊 前半段已經拿走了 前半段已經拿走了 那 那現在 應該是要處理公聽會的問題 公聽會 因為之前在那個 民進黨團的29條 公聽會 他的 原始提案的第二項 有 有這個全院委員會 與你拒前項審查報告前 要舉行聽證會 對不起對不起 我漏掉了實在力量黨團的29條之二 不好意思 對他也是有聽證 公聽會的概念 請問一下 答案 可以 也可以 請問一下 進黨團的29的最後一項 現在要拿到29之2來一併討論 其實就是需不需要單獨再列一條 要定在29條之2還是回到29條去定 還是要定在30條吧 對不對 照時代力量這樣的會比較清楚吧 也可以 如果照時代力量黨團提案29條之2就這樣子招案通過也可以啊對不對 應該要加那個全院的部分 不用 因為它也有個別委員會啊 因為它的指揮力量提案是這樣 委員會是包括全院委員會跟個別委員會啊 所以我們如果在個別委員會辦了也可以辦公聽會啊 所以我們的審查委員會是兩種嘛 全院委員會是委員會 對啊我知道啊 所以這個包括全院委員會包括個別委員會嘛 那 沒有 實在力量黨團的版本有引用67條 憲法67條第二項 是需要拉到這麼大的位階嗎 那 因為它憲法67條的第二項是指說 各種委員會的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的人道會 所以是備詢啊 那 我們好像有把它落實到相關的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那 這等一下又會涉及到後面那個 人事 人事同意的那個部分的 聽證 是 這個裡還是用公聽會 公聽會 因為那個 包委員 因為我們職權行使法第九章已經有公聽會的章節 整個公聽會就是 第九章的第一條就是有引用憲法67條 第二項 所以這邊的話如果說 只是為了在審查前 我們來舉辦一個公聽會 邀請相關學者 那就用民進黨團的這個29條原來的那個文字 就是委員會 因為有全院跟委員會嘛 我們改成 委員會 於擬具前項審查報告或是審查意見報告前 應舉行公聽會 邀請相關學者專家 那已經有相關了 所以邀請相關學者專家 頓號 公民團體 及社會公正人士 表示意見 這個就可以表達出說 要來開公聽會 另外時代力量的第二項是 公聽會的紀錄 要來作為委員會審查意見報告的一個附件 這當然也是可以留著的 ㄟ ransak 29條 自表 雙方 let me 可是29條 這邊我們是 可以 可以 政府人員 你如果要這樣病的話 你的學者專家跟政府人員還是有落差 因為我們第九章的公聽會 它的內容就是有所謂的正反意見 那這邊特別寫的話就是 人事同意權的公聽會 是有別於第九章的特別規定 那如果說這樣的一個公聽會 我們也會邀請政府人員來 也會邀請學者專家來 也會邀請公民團體跟公正人士 當然都可以加以一一列舉 作為特別規定 那這個是立法政策就是 看要怎麼統合的概念 你如果第九章那個56條的部分 各委員會召集委員為主席 並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 出席表達意見 這樣子不足以規範嗎 對,這就已經包進去了 因為這個文字就是按照憲法的那一個 六七條第二項的這個文字過來的 那如果照這樣講的話 二九條字二就是只要去訂 只要去訂這個 就是委員會於提出審查意見報告前 應舉行公聽會據點 那就結束了 對 對不對 那重點就是說 包括委員 因為第九章的公聽會 它的出席人員是要有所謂的 正反意見相當比例邀請 之類的概念 那可能人事同意權的公聽會 隨著這個審查的密度不同 比方說檢查中長只有一個人 那其他的這個被提員有可能很多人 那公聽會的一個 開 來那個舉行的一個方式 它可能要有點彈性 就作為特別規定 它把它列舉出來 不然的話就直接 好吧 了解 那所以你把你的建議的條文再唸一次 就是二十九條之二是 對 就是 我們先按照 民進黨的二十九條的 最後一項 就是 委員會與你具前項審查意見報告前 委員會與你具審查意見報告前 應舉行公聽會 邀集政府人員 及相關學者專家 頓號公民團體 頓點社會公正人士表示意見 那第二項的部分就是按照 時代力量的一樣是 公聽會之記錄及提出之相關資料 委員會與審查意見報告中 應與斟酌 並作為審查意見報告之附件 好 優委員 我們那個 就公聽會需要邀請政府人員嗎 以前好像都沒有 公聽會就有這個規定 我們第九章的公聽會就有這個規定 看實務上需不需要 那實務上看需不需要 因為你有時候就有審 但是沒有也沒關係啊 得邀請 如果這樣子修改各位有沒有意見 好 沒有意見我們請法制局協助準備條文 第三十條 我們回到三十條 三十條 那現在三十條剩下什麼 三十條可以看時代力量的 三十條先處理的變成是一個 尋答的 說明及答詢的問題了啦 就是說意思是說被提名人 要到立法院來說明 說明及接受答詢大概 所以他修正的必要性是什麼 就原來的三十條 原來的是不是夠用的 嗯 那原來好像 那好像都寫全院委員會啦 是不是 原來是都寫全院委員會 那法律層次本來就是像早上 議事處長所講的 他是依慣例 所以現行條文沒有 沒有在講相關委員會的一個 列席說明的部分 那這一次民進黨團的提案的部分呢 因為早上已經把全院委員會 跟委員會一樣繼續做分流嘛 那本來民進黨團的提案是 全部強調要用分開列席說明跟答詢的部分 他不會讓他 讓他全部都合在一起 全部都是分開的 一個一個來 並不是說像現行條文 只有把院長跟這個委員的部分分開 所以如果按照民進黨團的內容的話 他後段的話全院委員會就變成寫成 委員會 應就被提名人之資格及是否 市任之相關事項 進行審查與詢問 由立法院 那因為這邊的話 提名者有行政院長也有總統 所以他不是知情 由立法院轉請提名機關 通知被提名人分開列席說明與答詢 所以他這個轉請的動作就是 可能會轉給行政院 有的是轉給這個總統 然後他這個轉換 他這就是 如果他 cab的 他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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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寫的話就有點像是線型條文 你第30條線型條文的第一項 先講全院委員會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剛剛有把檢查總長也 納到那個 跟這個總統的那個等級是一樣的有沒有 對對對 所以你如果要寫的話就按照民進黨團的這個 提案的後半段 直接把線型條文這個兩項分開就納進去了 只是它都變成是全部都是分開的 不會像現在 有一些是委員層級會合在一起 只有院長是分開的 這一項就先用民進黨的版本 按照剛剛法治局講的意見修改 就可以了啦 這樣就可以了 你說會造成他們全部都分開 因為這一次黨團的提案 它分開特別寫 也就是說它不走線型的文字 線型的話是 有一些被提名它是可以合在一起 大家就是一起審一起詢問 然後只有院長跟副院長的部分可以分開審查 那你現在就是要全部分開 那我請問一下實務上面 所謂的分開是指的什麼意思 就是每一個單獨被審查對不對 單獨被審查 單獨被詢問 也就是說 我們這邊就現行條文的分開審查 現在是我們是看被提名人數多少 假設比如講 那個考試委員會有19位 因為院長副院長會分開的 然後其他委員假設19位 那我們可能比方兩天 那我就一天十位一天九位 但是那個是 等於是行政上面的一個處理方式 那這裡講的規定是 它希望是分開 那要探求說這裡規定的原因是什麼 是一定要一個一個來 還是我可能可以兩三個一起來 這個分開的 這裡面的定義是什麼 因為這個如果就光這樣規定的話 將來就會碰到說 那我是不是一定要一位一位來 就這個分開的意義 來的條文是把院長跟副院長 跟其他的被提名人分開 對不對 那這邊呢 所提的叫做 民進黨黨團的提案叫做 通知提名人分開練習 就他們不能同時練習 這個我看 在實務上面恐怕有困難吧 我提一下 就是我們時代力量黨團的提案 其實講的就是 分別為之啦 其實也是分開的意思 因為 過去的情況是 比如說像你們前面講 九個十個 那可是中間可能有個變成新聞的焦點之後 其他人審查就變得不是重點 我想主席大家了解我意思 過去的經驗就是這樣 某幾個被界定成某個 那其他人的反而變成不是審查焦點 那你如果併在一起的時候 怕會不平衡跟死焦 所以那時候我們才會提議說 那民進黨的看法是分開為之這樣 那如果說 就建設到說 我們將來審查的密度 要不要就是說 對每一個人 都能夠讓他 對一些事件的看法 或什麼能夠很清楚的表達他的看法 那如果這樣的話 就會變成是說要分開 那分開當然這時間就會拖長 那如果說 因為在以前的話 因為就是民進黨提案的那個 立法理由裡面就有提到說 這種現象容易導致詢問的焦點 就集中在特定被提名人 和特定的事件 那導致審查密度寬延不一的不公平現象 那為了促使立法院同意權行使的程序 能夠更真的嚴謹 並切實保障每一個被提名人 都能夠充分的完整的答覆 暢所欲言的機會 所以應該要分開審查跟答詢 我當然了解各位的意思 假設這個有十位被提名人 裡面可能有兩三位爭議比較大 那可能一天的時間 大家都集中在質問這兩三位 那當然好像對其他的六七位比較輕鬆 可是如果我們分開的話 我們假設每一位分配 假設兩個鐘頭好了 那你可能爭議大的那個兩個鐘頭 根本就不夠用 對不對 你可能大家都要問那個兩三個人 說那你這個 你每一個人就分配兩個鐘 你不可能每一個人分配一天的時間 好啦 那你其他的可能沒有什麼爭議的 你也給他分配兩個鐘頭 他坐在那邊 結果沒人來問 那我們是要跳過去呢 還是怎麼處理 還是我們用登記制的 就是看誰登記的多 那還是一樣 那個爭議多的 大家都登記要問那個人 所以我坦白說 我覺得這個分開 我不覺得他在實務上去執行 會達到他的效果 你總不能說 因為你比較熱門 我們經過調查 你分配五個鐘頭 那你沒有人要問 你分配五分鐘 因為沒有人要問你 你跟大家揮個手 你就可以離開了 大概也不可能這樣嘛 我們一定是平均去分配時間 那各位可以想像 說大家可能勉強 這個人明明大家對他沒有意見 你勉強去問 也問 這個就太形式化了 這個大家再思考看看啦 那個主席這邊好 不好意思來 請說 因為你 不論是李軍委員這邊 或是我們之前提 其實都有要求他提供一定的 這些資料 甚至所謂 甚至李軍委員這邊還有刑案紀錄表 或其他審查的相關資料 也就是說 他有一定的資料在那裡 所以你審查他 不只是對他打詢而已 也根據他資料的內容在問 所以你給他每個固定的 某個時間 然後分開 你覺得實務上還是可以 提醒喔 對我打個錯 我還是提醒各位喔 我們 委員會不是只有 尤其如果假設他有會聯席的話 假設比如說 這個 中選會好了 中選會委員 你司法跟內政聯席 你會有多少時間去審查 這個聯席會要去審查 被提名人喔 你假設分開的話 那個時間會拖很長喔 我們可能比較 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實際上是 這樣請他提供資料 各位就他的資料去 找問題去準備資料 最後的那個審查的尋答 往往只是去呈現 各位所去找到的問題 的這個結果而已 那如果我們每一位喔 都要分開審查的話 那個 委員會要花很多時間 在這個部分 我不曉得實務上 各位有沒有辦法去想像 那個狀況 這個…這個…我是有點擔憂啦 来 其实这个部分 就因为我们的那个审查 并不是说 好我们譬如说政党比例代表 然后就说各个政党那几个人 那这些人就针对这个人出来 就是一个一个 那就给他时间 那这样子就可行 可是如果说我们是用现在的是 在委员会里面 然后大家都去登记寻导 那你这样一个人 全部的人都去登记 那你全部有 比如说今天 比如说这个考试委员二十几个 那这样子 这个在层上去去寻导的 我们登记了 比如说四十个人 那那个太恐怖了 那根本不可能达到 那所以那如果说好 自有登记的话 一定也是大家登记 那个有问题的 会登记那一个人寻导 那其他的可能也没半个人登记 所以还是会回到 我们现在的就是说 仍然是 就是说对有问题的 大家还是会集中焦点在那身上 那所以在这里也许可能还是回复到我们现行的规定吧 不过我要提一下 就是主席刚才担心那个时间的问题 可是你这些同意权的行使不会常常为之 是没有错啦 但是问题就是说万一 你遇到了 你这个你等于委员会就 完全就只能处理这个事情了 你 实物上想象嘛 我今天排 你分开来审查 我一定是排 譬如说 这个我提名某某人 然后呢 我们今天审查某一个人 然后大家来登记发言 你各位知道委员会状况都这样 现在刚才游委员提醒了 我们还不能去规定两个钟头了 你来登记的人 你不能让他 委员你整个人家说对不起啊 发言时间到了 你不能再发言了 不可能嘛 那登记截止前 他都要来登记 然后每一位发言时间就是多久 他有可能就是这样子就一天 我们也不晓得他是 我们顶多一天 一天可能就是两位的状况 那我们要花多少时间在那边处理 来请顾委员 我建议一个折衷啊 就是弹性啊 就是必要时啦 或者是由委员会决定 来是不是分开或者是 不分开啦 这样的文字 当然我还没想出文字来啦 这是一个办法 这是一个办法 可能大法官大家想说 这是一个办法 中选会委员大家想说 这样子好不好 那我们30条 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做处理 那还是请这个 法制局不好意思啊 还是请你们处理条文 来我们请高局长 文字的部分就是 可以这样子处理 给委员参考 就是委员会应就 被提名人之资格 及是否适任之相关事项 进行审查与询问 由立法院转请提名机关 通知被提名人 分开或一并 列席说明与答询 这样就有分开或一并的一个弹性了 看这样可不可以 我们把这个条文整理出来 我们再一并来处理了好不好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今天是不是处理到 这个时代力量党团提案 第30条之一跟第31条之后 我们就今天处理到这边为止 我们今天所处理出来的条文方向 我们请法制局去整理 修正动议 我们下一次再来继续处理 好 我们现在进入 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30条之一 30条之一我们早上已经讨论过了 要不要要有罚者 等一下 那个现行条文的第二项 第三十条现行条文的第二项要不要 应该要吧 因为他已经分开或一并 所有的被提名了 这个有委员意思就是说 司法院的院长副院长考试 司法考试跟监察院的 院长副院长就是要不要明定就是分开 我是觉得如果就写说是分开或一并 就不宜再就院长副院长再写一遍 因为第一个这是罪语 第二个大概苏南想象院长副院长会因为写或不写会变成一并 好吧 这个可能就惯例处理了 好不好 好 第30条之一 这个我们早上讨论很多嘛 那我们是 我的建议还是不以用罚者来处理这样的相关的被提名人 各位同仁有没有其他 刚早上黄国昌委员表达过说他们觉得还是应该要定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实在力量党团的意见态度 但是因为大家会对于 你如果定这个法则的话 一方面对于是不是公务员的身份 会有不同的一个处理的强度 第二个呢 会影响到前面的我们所谓的叫做完全巨石 那个所谓的完全要完全到什么样的地步 会有一些 完全 巨石为完全陈述 那个完全陈述 大家会觉得标准不好拿捏 而且你真的财阀 他又抗告这个东西一定是百分之百已经过了 这个同意权行使的时间了 那么过了又被罚也不好 不过呢 其实罚他也没有 我是个人觉得没什么大意思 他不过就已经很羞辱了 那你还要再罚 所以我觉得这都怪怪的 看不出来这个 然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罚不罚中间的这个所谓的 巨石完全隐匿 然后虚伪 然后有政当有行政策法的政当理 拒绝政策的政当理 这个都很多的是不确定的问题 因为之前其实发生过太多次了 那很多人会挺而走险是觉得 过了搞不好就真的有机会挺过 就算没有 那如果 当然啦 因为你们现在这个位置变了 很想找民进党麻烦 那民进党 刚才讲说这个定义不清 那至少资料这一块 他提出的书面资料 譬如说 像毕业证书啦 这些 他讲他的这个学经历 至少资料这一块 应该比较具体 因为刚才讲 陈述是说他在打询过程的陈述 所谓完整不完整 可是他提出的资料这一块 应该是比较具体 现在因为在讨论那个 我们在讨论法缓的部分 那那个移送监察院 提出纠正这个 还是要留着吗 还是怎么样 是时代力量的 因为刚刚我们有讨论到 如果说他 监委连论 不是连论 他违背了这些相关的规定 就撤销他的提名了嘛 所以应该是我个人认为是 没有一定要 好 那我们 可是 他可能是个公务员 他这个事情虽然被撤销 可是因为他不必 送监察院 他还是关了 主动办他 OK 好 我们三十条之一 就不予采纳 好 进入时代力量党团提案 的第三十一条 三十一条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个因为本来的条文是 只有处理宪政机关 所以 就只有这个支付总统 那现在因为有包括 其他的这个提名机关 所以就是支付总统或含付提名机关 好 这个部分应该没有问题吧 主席 因为前面的部分 我们都变成只有写提名机关 这四个字 来含瓜总统跟行政院 所以这个部分的三十一条 是可以 可以略做这样子 就是同意权行使之结果 由立法院回复提名机关 如被提名人未获同意 提名机关应另提他人 好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我们也是请这个 法治局 帮忙朝你这个修正动议 啊 后面要不要写什么 要要 因为这边又出现支了 因为支是用在总统跟立法院之间 应该是请求立法院同意 之类的 我们在 我们在调整文字啦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哦 跟委员会报告 我们令定期继续讨论散会 来 谢谢 来 谢谢 给你 下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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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